Hello大家好我是RT 《烈魔战机》是日本漫画家巴木教广于2001年开始连载的作品 到了台湾被称为《烈魔战机》 然而它实际的日文名称叫做 《Craymore》 也就是梅尔吉波逊之英雄本色里面 苏格兰人为了反抗机车的英格兰人时 走中莫德纳把苏格兰扩任大剑的统称 剑长1米至2米 一剑多展能称双手俱尖 因此《烈魔战机》还有另一个常常听到的名称就是 大剑 今天我就来介绍一下这部10年前的经典作品吧 那是一个叫妖魔入侵的世界 妖魔能够幻化成人并混入人类世界之中 以肯食人类的内脏为生 于是束手无策的愚蠢人们 只能依靠Craymore这个特殊组织帮他们斩妖除魔 然而这个组织其实是没有名称的 都是愚蠢的人类擅自帮他们取的 而且成员都是人造的半人半妖 因此身为一部道地的少年漫画 这个特殊部队的杀手们肯定全是女的 而且一定各个长得花枝招掌 还耍了一手好大剑 于是这群愚蠢的人们 只能请他们帮忙又怕他们怕的要死 难道没听过牡丹花吓死 做鬼也风流吗? 不过在这里只能死于牡丹剑下就是啊 于是我们的女主角 盈眼魔女克雷亚 来到愚蠢村庄降妖除魔 然而人类是一种奇妙的动物 随着年龄增长看的越多就越怕死 拥有的越多就越怕失去 因此恐惧成了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成了人类用来控制人心的一种好方法 只有天真无邪的孩子拉奇 能把克雷亚当成一般人看待 跟在他身边 最终克雷亚三两下就将占据 拉奇哥哥身体的妖魔肃清 拉奇也因为见识到魔女的霸气 吓到尿裤子 殊不知愚蠢村的愚蠢人们 因为拉奇哥哥被妖魔寄生的缘故 怕他变成下一个妖魔而将他驱逐出境 结果拉奇就像柯南一样 走到哪都有妖魔来找他麻烦 最后克雷亚肯定要跳出来救他 并傲娇的说 我才不是为了救你才来的 我只是刚好路过 刚好把剑丢掉 刚好被捅烂肚子 刚好把妖魔的头砍掉而已 那你就刚好当我的厨师吧 我会告诉编剧干爹 把你26集播完都不会死 然而克雷亚一天只需觅食两次 而且只要吃个几口就能撑上一个礼拜 因此克雷亚羡慕能够大快夺一的弟弟 如此才像个人啊 那克雷亚所处的地方 只是一座大海岛 遥远的北方还有一块战火大陆 又分为南北两大势力 北方国家拥有强大的龙族墨翼撑腰 于是南方联邦为了与北方国家竞争 将到了一个惨绝人寰的计划 那就是人造的Craymore 于是强大的人腰战士就此诞生 但是研发时 增化兵器常常暴肿 引发大规模毁灭 南方联邦只好将研究所迁往克雷亚所在的妖魔大陆 而妖魔大陆又被分为47区 每去都有一位Craymore助手 但是这样的人腰战士就是一把双棉刃 Craymore都是利用人的意志在压抑腰的力量 因此越是使用腰力 就越会被腰力同化 到最后Craymore就会变成真正的妖魔 而变成腰的Craymore便会遭到组织的肃清 因此意识到自己压制不住腰力的成员 会拜托最想被他杀的人来杀自己 就这样 克雷亚接到肃清成员的黑之书 前去斩杀从小就相依为命一起长大的伙伴 艾蕾娜 于是 杀神为护身 斩业非斩人 奈何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欲损的人们啊 你想下地狱吗 然而Craymore之中也是有排名的 最强杀神泰莉莎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妖魔 都能在不利用妖力的状态下将其斩杀 脸庞从不会有丝毫丑的扭曲 带着如此人我般清秀的脸 斩杀妖魔的身姿 仿佛就像在微笑一般 人称微笑的 泰莉莎 虽然额头也是杀神级的高 性格更是杀神级的刚烈 自己试破了衣服 还可以马上又恢复原装 然而就算是这样人血的杀神 还是抵挡不了死小孩 不要命的不离不弃 泰莉莎只好把她当宠物养了起来 一边碎念一边把女孩养的白白胖胖的 肯定是猫派的 而这个小女孩就叫做克雷亚 只有她看出泰莉莎满目疮痍的内心 最终泰莉莎将克雷亚托付给山中小镇 让人类有时比妖魔更加可怕 妖魔可能一天三餐杀几个人来吃吃 没吃完的那帐还能包起来冰冰箱改天再吃 三贼却一瞬之间就屠杀了整座小镇 于是这群连妖魔都不如的垃圾就如同垃圾一般地 被全数斩杀 不管在哪个国家种族甚至星球 有好人就有坏人 有圣人就有人杀 有政府就有官员 只是比例的差别而已 因此如何让好的比例能够多一点点 就得靠我们自己了 那斩杀人类破坏规则的 就会遭到组织斩杀 虽不知由了活下去动力的泰莉莎 却打趴了所有人 从此过着被组织追杀的生活 而且很奇妙的是 组织里只要没刘海的 都是杀神级的高额头啊 作者到底有多钟爱高额头妹子啊 最终最强杀神还是被妖魔觉醒化的 Craymore 欺骗趁机斩杀 伤心欲绝的克雷亚 只好带着泰莉莎的头颅 恳求组织的人 将其血肉植入自己的体内 从此成为Craymore 正所谓司机引进门 这车开不开还是要由乘客决定 但那本作对于发便当一试 可说是毫不手软 就算是高人气的泰莉莎或者佛罗拉 都是一刀毙命的爽快 死就要死在该死的地方 否则就是打戏托棚 比如 而动画版的最后两集 都是完全的原创剧情 所以还是去 Bookwalker by Craymore的漫画来看 比较实在 现在Bookwalker还有线上 动漫节七九折活动 给在这人死人的天 又不想出门的各位也能买爽爽 不管这家还是在外 都能看得不要不要的 另外2月1号到2月5号的 台北国际动漫节 Bookwalker还独家与 国际动漫节合作贩售 QR扣电子票券 还有搭配总值超过一千元的台湾挑战 限定服带 不想要服带的也有其他各种搭配商品 让你能够提前 买票当天就可以直接领票进场 售票期间直到1月36日为止 数量有限 要买要快 我是RT 树大必有枯枝 人多必有白痴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感谢各位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可以在下面按个喜欢 或者分享 帮我的粉丝团按个赞 有什么感想或者心得 也可以在下面告诉我